原标题 宋朝之前还没有引进棉花 古代穷人冬天是如何遇寒的 古时候社会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 富人和平民们遇寒方式当然就不一样了 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 在古代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 人们都是要盖被子睡觉的 在说到盖被子之前 我们往前说一说远古时期 我们先说说原始时期 那时候生产力低下 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 比如树叶树皮 稻草就成为最简陋的郁寒之物 随着人们生产力的进步 捕获得大量动物的皮毛 成为了最实用的被子 只不过随着人口的增多 动物皮毛工不应求 伟大的仙辈又想出一个郁寒之物 亲 亲在先行时期就有了 这应该是被子的雏形 只不过亲里面填充的东西各式各样 到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人们 就把亲和被界限淡化 被子的出现也标志着人们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我们都知道棉花不是土生土长在中华大地上 它原产于阿拉伯地区 虽然在秦汉的时候 它曾经出现在我国边疆地区 但当时主要作为观赏性植物 直到松原才传入内地 被大量使用 所以我们就要说到棉花出现前被子里塞的是什么 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纺织技术 先被们就地取材 将种植的棉麻被植物变成麻布 比起棉布 麻布比较粗硬也不保暖 但是 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虽然麻布不够暖和 但机智的先被想出往麻布里塞东西 就这样包括干的鲁尾 棉絮和破衣服统统塞进去 就成为普通人家使用的被子 展开全文那么贵族用什么呢? 贵族会奢侈一点 毕竟有钱可以追求生活质量的 他们盖的是丝绸备 里面塞满了大量的动物绒毛和棉絮 不过 这只达官贵人才用得起 你想想放到现在 全真丝被套 加上野生绒毛 没几个能用得起 除此之外 有钱人还能买点炭火放在房内 这样过一个温暖 但冬天不成问题 如果平民还是觉得不够暖和 可以在床板下铺一层厚厚的干草 吸走地寒 然后端个盆放到房间里 里面装上没烧完的柴火 也能保证冬天的生活质量 总之 对于古人们来说 冬天应该是他们最不想面对的 如果夏天炎热 还可以跳到河里洗澡 但是 要想平稳度过冬天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提供